今年1月小赫在天猫国际平台买了一双阿迪达斯椰子鞋 他说买到后觉得鞋子有问题 在三个平台做了检测都显示是假的 小赫买的是阿迪达斯椰子350V2 他说这双鞋表面有特殊材料 在开启闪光灯的情况下拍照会发光 大家也叫他满天星 鞋子是买给妻子穿的 我是以4200块钱的价格拍下买下 然后是用券之后呢是3656块一毛钱买到了这双鞋 这个鞋要这么贵啊 因为这个鞋比较难抢嘛 但是发售多少钱 发售是1899块钱 当时没想过去抢一下 有四国抢但是一些难求嘛 没有办法的 小赫说鞋是从美国纽约发来的 3月19号他拿到这双鞋 在开鞋盒时 手轻轻一抠盒子就烂了 因为之前买过椰子鞋 他觉得盒子的材质不应该这么差 就仔细看了一下这双鞋 这个鞋呢就是它的那个中底它的线就是很疏散的不是很多种扎实的感觉 鞋标是有被涂过的我当时都说我也没看啊 我不知道是他们故意涂的还是什么样子 但是鞋标上面的字体是不工整的 想着这双鞋价格不低 为了检测真假 小赫把鞋送到了毒平台售卖 被当作是假货退了回来 并且扣除了我的保证金 然后我再次拿到手之后呢 又去线上找了Gate和肢解 做了线上的鉴定 给出的结果是与正品存在差异 就是也是给出了假的结果 我当时心里就想比较悲剧嘛 这种事情也都给自己碰到了 小赫说鞋是在天猫国际一家潮牌店买的 店名是两个英文单词 可以翻译成体育场商品 对于小赫的情况 店家表示商品进入实体店都是经过实物鉴定的 对于小赫找的鉴定平台不认可 小赫现场打了天猫国际客服电话 小赫看了一下 因为您觉得这双鞋子就是之前一直有质疑吗 因为我们这边小赫就是跟商家就是协称了一下嘛 然后这边的商家就表示说 考虑到您的这个购物感受 是可以先远迎所推货推款的 但是我这边的话认定就是重要是假鞋呀 假鞋的话 我为什么作为消费者的话 我买到假鞋了 为什么我不能维权呢 既然他们自己喊出了口号 咱一赔十 那等于说我免费给他退回去的话 我感觉如果我退回去了 他再卖给其他商家 卖给其他消费者的话 那其他消费者不是也是受害者了吗 因为我们天猫国际对假货都是零永远的嘛 如果需要合适商品的一个正品性的话 的确得需要品牌方的一个证明的 小鹤说 自己到阿迪达斯实体店问过 不能做鉴定 现场他又打了阿迪达斯的客服热线 这个我们没法给到这个报告的 因为我们阿迪达斯是没有见别的这个业务的 那如果说真的有消费者怀疑这个鞋是有问题的话 他要怎么去证明呢 我们这边目前阿迪达斯店铺的话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那或者说咱们店铺认哪些机构的一个检测证明 这个我们也是没有的 我们目前唯一辨别途径是通过购买途径辨别的 记者联系了阿里公关部 工作人员表示 一些平台是否有鉴定资质不好判断 所以还是要以品牌方的结果为准 他们会跟阿迪达斯品牌方沟通 看能否出具相关证明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